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最近呢,有不少人希望看看我的水培的绘兰怎么样了 我呢,只有三棵绘兰,一棵大花绘兰,两棵小花绘兰 而且呢,这三棵我之前全部都介绍过 那今天呢,我就把它们放在一起呢,给大家一个update 先看这一棵小花绘兰 这一棵呢,入水的时间最短还不到两个月,差不多两个月的样子 上一次我介绍它的时候呢,它当时只入水一周多 那个根呢,才有那么一丁点发率,应该只有几个毫米的样子 那现在呢,差不多是两个月了,看看它的水根 这些心的根呢,有差不多是两厘米的长的样子 都是心长的 看起来似乎是每一条根 都有心长出来的根间 而且你看这儿有一个心芽 差不多有两厘米的样子现在 之前呢,是没有的 看起来长得很好 叶子也都长得很好 没有任何黄的迹象啊,或者什么的 旁边的这一棵呢,入水是差不多三个月的样子了 这是它新长的水根 已经有差不多两寸长了 看起来是不是很健康啊 深绿色的是水苔 这些浅色的都是心长的根 这儿有一个心芽 现在有差不多两寸半的样子 我上次介绍它的时候呢 它可能只有一寸长 这棵呢,本身比较小一些 只有两,只有三个球 现在呢,又加上这个心芽 同样看起来也非常的健康 现在看一下这个大花卉兰吧 这个大花卉兰呢 入水时间最长到目前为止是整整的五个月 这是它的根 有的已经长得很长了 你看这个发白色的根呢 从上面一直长到现在几乎到那个平底了 这些根全是新长的 这些深绿色的特别粗的根呢 是原来有的老根 每一条根上都有新的根长出来 没有一条例外 这个是它的新芽 当时入水的时候呢 这个芽就有大概是一寸的样子 现在五个月过去了 它的模样是这样 应该有一尺半长了 这颗大花卉兰呢 本身是非常高的 从底部到顶部呢 差不多有一米多高 一米 这个现在有一尺半长 这个新芽 有很多新根 直径也差不多有一寸粗了 另外呢 我一直期待它开花 那就是期待这个芽 这个圆的芽呢 我觉得像是花芽 现在已经很久了 五个月前它就在那里 当时它也很小了 当时呢像是黄豆那么大 那现在呢 有一个大的花生米那么大了 顶部呢也裂开一些 圆圆的看起来像是花芽 可是五个月过去了 它的动静也是就只有这么大 后面的那个扁扁的芽呢 是新长出来的 那个看起来像是叶子 这儿也有扁的芽 像是叶子 我非常期待它开花 但是真的不确定是什么时候 不过呢 现在天气暖和了 或许过些日子 我把它们拿到户外的话呢 会促进它开花 这三棵惠兰呢 我通常呢就把它们放在南窗 光线还不错 但是 中规呢是室内 所以呢 肯定不如室外那么好了 很快天气暖和了 我就可以把它们放在室外了 它们的水位呢 基本上就是没过根部的一半 我每周呢都会湿一次肥 我用的是二十二十二十的均衡 符合肥 施肥之前呢 我会把水位加高 肥料呢 我把它兑得非常薄 大概只有建议用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也是头一天晚上 施肥 第二天一早 把水倒掉 然后呢 冲洗换清水 目的是为了避免光照 这样呢 可以减少水藻的生长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这就是我的三颗 慧兰目前的情形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呢 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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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